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就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央六号文件精神提出要求 赵树从指出 要明确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的总体目标 改善生态 改善民生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促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科学发展 充分发挥其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白老虎是孟加拉虎的白色变种 这种老虎全身毛色雪白 性情又比较温和 体态也非常的优美 因此被人们称为小姐虎 白老虎非常的稀有 全世界的白老虎加起来总共也不过两百头左右 由于缺少保护色 因此白老虎在自然界的存活率非常低 听说前几天在贵州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那里就出生了一只白老虎宝宝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只白虎名叫丁丁猫 是一只虎妈妈 九五年前丁丁猫只有半岁 它从杭州野生动物园长途跋涉 来到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 在这里繁衍生息 到今天已经快十岁了 它总共产下过四十二只白虎宝宝 是动物园里鼎鼎有名的英雄母亲 这不五天前 丁丁猫又产下了一只活泼可爱的白虎宝宝 就是发现那个母老虎嘛 是高龄产材嘛 没有那个正常那个乳质嘛 分泌乳质嘛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因为靠母老虎带的是带不出来的 只有靠人工饲养 这只白虎宝宝刚刚出生五天 还在保温箱里 用兽医单独照顾 每天定时定点 兽医要给白虎宝宝 喂奶按摩 消毒臍带 测量体温 为了保持小虎身体的洁净和舒适 兽医还需要用热毛巾 为小白虎擦拭身体 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 相信就算妈妈不在身边 白虎宝宝也一样能够快乐成长 丁丁猫和他的宝宝 生活在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里 这里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伙伴 每逢周末 这里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来这里参观 3,2,1 拳靠 拳靠 拳 Baby 拳靠 现在 拳磨 � 时 看 释 站在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内放眼望去 一片绿色尽收眼底 这家动物园比别的动物园多了森林两个字 原因正是由于它的森林覆盖率高 只被面积广 高森林覆盖率给动物们提供了最原始 最接近自然的生活环境 不过要论资排辈的话 这里的每一棵树 可是都要比这里的动物要来得早得多 因为这家动物园就建在一家国有林场里 我们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 是租用贵州省家座林场的林地使用 我们延期森林覆盖率是在90%以上 高的森林覆盖率可以给动物创造一个 稀稀生活的好环境 这里是贵州省扎左林场 始建于1958年 是贵州省林野厅直属的国有林场 如今这里基础设施齐全 楼房林立 厂区干净齐整 而您可能想不到的是 就在上世纪90年代 由于森林资源所剩无几 扎左林场曾一度呈现出资源和经济 双重危机的严峻局面 那时候林场有几个月是发不了工资 每个月的工资就要等木材销售出去以后 才能发工资 如果木材没有砍下来 没有卖出去 我们的工资就要等 真的是外面下大雨 外面的雨停 屋子里面的雨还在下 还在下小雨 还没停 真的是这种情况 还有老鼠坚持成堆 有时候晚上要出来上车 回去做插头耗子 这些都有这种情况 露宇的瓦房 怎么也攒不下的工资 上世纪90年代的扎左林场 成了一个人人弹之色变的穷单位 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扯上一点关系 对于林场的年轻人来说 只要能走出去 人生之路就算是平坦了一半 我就动用我小儿子进林场 他就不 他怎么都不进 他里面林场这么苦这么累 我才不来 他就不来 这个后来我三个儿子都没进林场 别人看林场的那个眼光 就是说林场就是农村 根本没有什么发展 所以他们对于家到外面去 野草重生 所以我一来那个时候有一点小 我一看到这个景象 我觉得好凄惨哦 我就哭起来了 不光是我哭 好多和我一到来的小姑娘都哭了 这位老人家名叫叶贵芬 今年67岁了 年轻的时候作为知青下乡到林场 一待就是几十年 在扎作林场像叶贵芬这样 见证林场历史变迁的老人还很多 他们告诉记者 林场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 必须得提到一个人 穷在于林场 要把老祖宗的地方都卖了 外面的雨停啊 屋子里面的雨还在下 改头换面 他终于旧貌变新颜 应该达到了山营 三方都共鸣的目的 所以这个代表就回来 特意又来试试这个味道 富也在于林场 究竟是怎样的变革 让扎作林场完全大变样 最强林场系列之 老林场许积出新财富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特别是林永江林场这样的 自己改 带头下 把我们林场来变得 是如花叶 不管是从子宫的生活 环境 租房 那都靠你到 他就是林永江 贵州上扎作林场厂长 就在扎作林场陷入低谷 资金短缺 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时候 林永江微则思辨 带领大家走出了一条新路 如今职工的收入 可比上世纪90年代 翻了十多倍 据我了解 好多贵友林场 他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一天就收到那个领子 收到那个领地 专门的看官 包袱好就行了 其他的就没有更多的想办法 去把它经营好 发挥好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通过从市场 经济这个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感觉到我们 这个林场要发展了 首先要把自己的资源 把它盘和 增和 想好了具体的改革计划之后 林永江决定大干一场 通过招商引资 开发林场资源 在低产经济林区域 引进企业 实施森林资源合作式开发 可就在这时候 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在给林场职工说明情况之后 改革之举 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引进的企业之一 就是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 除了动物园 药品企业 也是扎作林场引进的 重要企业类型之一 利用宁夏经济作物 转变为中药材 既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又省去了交通费用 还确保了药材的健康来源 因为药厂嘛 它有它的特性 首先它没有什么严重的排污 废水啊 废气啊 这一块呢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严重的排污 这个有一点药渣 这个药渣量不大 而且我们这个锅炉房啊 我们也创新了一些使用 自己解决我们的药渣排放的这么一个 燃烧我们自有的产出的一些药渣呀 对周边环境基本上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排出去的 我们需要解决的 这招我们自己都能够自行消化 这是扎佐林厂引进的第一家药品企业 企业成功入住林厂后 根据这种模式 扎佐林厂引进了更多的药品企业 建成了公园式的生态医药工业园 这样扎佐林厂流转了低产经济林约800亩 首期就获林地流转资金 1500多万元 不仅收益增加了 还解决了林厂家属的就业问题 当时呢 因为如果按照地价来购买 成本还是比较高 作为我们刚刚起步 当时药企刚刚起步的时候 资金压力也比较大 那么经过三方共同来探讨 我们入住之前 先根据这个土地的使用面积 我们支付一部分现金 然后呢 一部分呢 有我们历年的这个税收 然后由县政府返还一部分给林业 林厂 那这样呢 共同取得这块地的使用权 应该达到了三营 三方都共营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扎左林长啊 可真是会想着法的搞效益 通过招商引资 把自己的低产经济林 都给租出去了 不仅流转了低产经济林 还得到了流转资金 和林地租赁费 这样一来 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不说 还解决了周边村民的就业 真可谓是一举多得呀 这里是汇水县港渡镇的新白村 一大早 村主任就带着乡亲们 扛着各种工具上山来了 原来这是乡亲们 来帮扎左林厂植树造林来了 村民通过植树 每天可以得到70块钱的工资 既绿化了村里的荒山 又有钱可挣 这个美差 可是吸引了村里的大多数人 70块钱一天 相当于一天要100人上山的话 要一个多月 相当于20多万就放在我们这个村里面了 之前就是说 他们就要靠种种田卖这个大米 收这些钱都不好收 包括赶集的时候都要卖米 这样 现在就是通过做这个林工以后 他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变 通过招商引资 林厂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 不过森林资源始终还是林厂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于是在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 扎左林厂购买荒山租用林地 积极向外拓展森林空间 通过十多年的精心培育和管护 林厂经营面积由1999年的7.1万亩增长到如今的15.8万亩 森林覆盖率也从56.3%增长到现在的75.96% 我们厂外灶林基本上是用当地的劳动力 然后每年从国家拿到的消磨资金 都是变成了农父的 就利用他农贤的时间就能够在家门口打工 然后老百姓也真实地感受他们的生态越来越好 就山越清了 草野越来越绿了 都说这扎左林厂的山上处处都是宝 山上长得不是食材就是药 不过真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吗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扎左林厂富裕了之后 基础设施逐渐变得齐全起来 也吸引了众多道教文化旅游的人 来到这里养生和居住 说这里适合休养生息 以养天年 其原因除了这里的高森林覆盖率之外 由于贵州独特的自然气候和地质地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遍地是食材 好这个是鱼心草 是我们一般就用来凉拌的丝 然后它有清热解毒的一种功效 然后这个菜的话它是柴壶 柴壶的话是一种中药 可以预防感冒的作用 然后这个是绝菜 绝菜的话就是扎左林厂这边 一种生产的特别多的一种野菜 然后这个是清明菜 清明菜一般在清明时候的 用来做清明八次的 是当地独有的一种小吃 原来来到贵州扎左 如果您问这山上什么能吃 那一听就知道您是外地人不假 本地人都知道 这山上的大小植物几乎一半都能吃 把不能吃的熟悉于心 其他的也就都能吃了 这些从山里直接采摘的野菜 纯天然绿色污染 带着天然的山野风味 经过简单烹制 吃起来一股自然的清香 别具一番风味 这扎左的野菜可是当地一道美味 每天清晨在扎左的集市上 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菜 芽肘板 当地人叫这个叫芽肘板 饶雪客住在离菜市场三公里的林场旁边 几乎每个摊位的商贩都认识这位大主顾 他每次都要采购大量的野菜 才能满足他的日常所需 而这跟扎左一道当地的名菜 可脱不了干系 什么样的名菜 让林场职工迅速鼓起了钱袋子 所以这回到北京回来就特意又来吃吃这个味道 男的别人都晓得 到这里让他比起来再吃 最强林场系列之老林场 续集出新财富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扎左蹄膀 是贵州扎左的一道特色美食 据说这里的蹄膀 吃起来不油腻 入口即化 可谓是酥香爽口 我现在在北京呢 我现在在北京呢 以前这个开始有这个什么 这个店的时候 我们就常来吃 所以这回到北京回来就特意又来吃吃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很好 比较润滑 吃起来 跟其他的不一样 而且很清爽 吃起来 这种野菜吧 是叫水芹菜 有降血压的作用 有药用价值 很好 爽口 蹄膀肥香 这野菜和蹄膀 一素一荤 可谓是绝配 有了扎左当地的野菜 和酸爽的酸菜 这蹄膀怎么也不会油腻了 扎左蹄膀 制作起来并不复杂 首先 将洗净后的蹄膀 放到沸水里 煮个三到四分钟 去除一部分多余的油脂 然后趁热 在蹄膀表面 均匀涂抹上一层蜂蜜 有了蜂蜜香 这蹄膀吃起来 也会显得没有那么油腻 上好色后 在锅中放入菜油 油至七成熟的时候 放入蹄膀 并且需要不停地翻滚 直到蹄膀皮质起皱 色泽棕黄后 就可以起锅了 再加入各种佐料 将蹄膀放入蒸锅中 用中高火 慢蒸四到五个小时 提膀蒸好之后 色泽红润 让人垂涎欲滴 之后放入高汤 扎做提膀就可以食用了 饶雪客开的提膀店 就位于扎佐林场旁边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巧合 因为饶雪客本人 就是林场的职工 这条盖是比较有名 就是特色就是提膀 难以百万人都晓得 到这地方他比起来再吃 吃到提膀了 吃提膀喝瓜 还有带些蔬菜 野菜 整下来来吃 然后林场改革以后 他们就是 把房子规划好以后 然后买这房子 就给你邮回 给你邮回 就到 这房子都做五年 晚上的五年 生意就逐步逐步就好起来 原来在扎佐林场 转型的过程中 富裕职工也得到了 妥善的安置 扎佐林场鼓励 有特长的职工自主创业 因此林场的富裕职工们 也逐步走上了 致富的道路 从2005年 我们一年 这个债职职工也就是 4000多5000来块钱 一年 一年就是5000来块钱 大概是 这个退休职职工将近达到6000块钱 到现在为止 这个我们债职职工的可能平均在8万左右 这个里头有子宫困 就是进入完了 和其他的一些鬼影林场 比起来 当然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这个还是比较偏高的 应该说都是比较偏高的 整个这个子宫收入这一块 基本上翻了4倍以上 扎佐林场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企业 吃喝就再也不愁了 挣了钱之后呢 又开始买荒山租林币 大搞生态建设 既大大拓展了林场的经营面积 又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盘活了林场收益 带动了当地人就业 实现了生态经济双丰收 好 想聊这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局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